歡迎收看頂尖贏家節目 我是李建民 這邊有一個重大的一個消息 從明天開始 我們為了服務更多的投資朋友 所以我們的節目時段 從明天4月1號開始 我們改在晚上的6點到6點半 是Winner財經台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想掌握未來的行情 老師到底清明節會不會變盤 我今天還是暫時賣個關子 我會在我節目中會告訴各位 到底清明節會不會變盤 那大家回想元宵節的話 很多人告訴各位變盤 結果有變盤嗎 沒有 那清明節到底會不會變盤呢 所以你要鎖定 明天開始我們晚上6點到6點半 李老師 Winner財經台的一個節目 我相信我一定會去全市場 第一個告訴各位 所以你想要知道答案的人的話 你務必要鎖定我們的頻道 或者說你就直接跟著頂尖贏家 同步的一個操作 我相信你一定能夠掌握未來的行情 我講過 講過去大家都很準 你一定要相信李建宇李老師 因為為了做生意 我也告訴各位很多次了 如果我純粹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來到這個節目幫大家解盤 我相信我就不會是這種解盤模式 當時也是人心狂紅 又是哪個老師告訴各位的 主流是什麼 電子跟生計 這我早在將近三個禮拜之前 我就已經告訴各位了 因為我們全國貨員的資金相當有限 所以我們鎖定電子 做一個積極的操作 另外的話 我也盡量在節目中 我把我看好的個股 直接送給各位 可是我已經告訴各位 上帝很公平 一個人給你24小時 這24個小時 你如果能夠善加運用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什麼 扭轉乾坤 或者說我們逆轉地球 因為地球的話有公轉跟自轉 我們沒辦法違背大自然的法則 可是我們能夠盡人事聽天命 好的股票的話 我免費送給各位 你有沒有善加運用呢 上個禮拜二跟上個禮拜三 我連續兩天 我送給各位兩檔股票 我待會會揭曉另外一檔股票 可是等到我揭曉那一刻來得及嗎 你有打電話進來的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把握當下呢 你有沒有加倍奉還呢 所以我現在很關心的事情是 大盤這一波反彈了304點 你有沒有賺到大錢 我講的是大錢 盈頭小利的話或多或少 你只要看對方向 雖不中亦不原意 可是如果來到投資股票的市場 你只是想賺便當錢買菜錢 甚至一天的什麼 生活所需吃沒菜 太可惜了啦 而股票市場是能夠讓窮人翻身 最好的機會啊 你說三大法人很有錢 或者說呢企業家第二代很有錢 他們會不會是李老師想要幫助的人 不會喔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什麼 他們有自己的看法 他們呢一手有錢一手有鈔票 不需要我們投股老師的幫助 而在電視機前面呢 你東轉西轉的投資朋友 我是很希望能夠幫助各位啊 前度有人人是標股不等人啊 而好的菜色呢 我一檔一檔的端上檯面啊 只是說呢你有沒有品嘗到 你有沒有呢吃了一整段 所以呢我真的希望投資朋友呢 你要去想清楚嘛 到底我們節目中呢 跟別的老師呢 有什麼樣的不同性 而我是怎麼樣讓我的會員呢 買在一個相對的低檔 賺取波段的利潤 與其送給你一次啊 不如你知道怎麼去釣魚嘛 那才是重點嘛 贏家一定有贏家的法則嘛 那有錢人難道是一出生下來就有錢 然後呢一直有錢下去嗎 所以說付不過三代啊 如果第一代很有錢 第二代不努力的話 第三代也會什麼 善盡家產啊 那如果呢我們呢不是有錢人的話呢 我們就要去想嘛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成為有錢人啊 那才是重點 好廢話不多說 上上個禮拜五呢 3月21號我告訴各位 把握季線附近的買點啊 我的解盤特色就是這麼犀利啊 直接告訴你結論嘛 這樣比較快啊 老師賣光壓賊 我知道你很準 因為每個老師都很準啊 測標掌停板的掌停板 創新高的創新高 哪個老師不準 請你告訴我 可是有幾個老師跟李建民李老師 一樣 你聽仔細喔 全市場 我相信只有我 李建民李老師在頂家贏家 跟那雅虎的頻道裡面 告訴各位呢 你要把握季線附近的買點啊 白紙紅字寫得很清楚吧 好 上個禮拜四呢 我已經告訴各位電子股呢 領先載雙近三年新高 你認為大盤會不會過高 已經告訴你答案 我已經告訴各位 一加一等於二了 老師一加一會等於二嗎 應該是什麼 意志問答 不會是等於二喔 想太多啊 投資朋友 因為你想太多 你錯失很多賺大錢的機會啊 你就是做多 任何的拉回在那買方 不是很好賺嗎 何苦為難自己 何苦為難你的家人呢 因為明明是很好賺的大行情 你做錯了方向 你選錯了類股 那不是很可惜嗎 好 3月24號 麻煩導播照近點 上個禮拜一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了 前一個交易日呢 已經告訴各位 把握季線附近的買點 老師啊 季線跌破耶 可以買嗎 照買不誤啊 可是沒有我盤中的代理 你看到學運啊 好像越演越立啊 你會敢買嗎 那麼昨天的話 大家又很擔心的話 這個學運的話 擴散到什麼 凱達格蘭大道 哎唷要進攻總統府了 怎麼辦啊 結果呢 平和落幕啊 所以我也非常感恩啊 那可能是上天的保佑啊 讓我們沒有這個流血的衝突啊 甚至說呢大家都很和平 理性的表達你的需求嘛 我們說做任何事情啊 你一定要什麼 守法嘛 一定有和平解決的方式 不需要真的要動用什麼 動用那種暴力嘛 所以平和落幕 那你認為大盤呢 還會怎麼樣呢 老師啊 南北韓好像又有一些摩擦啊 投資朋友 想東想西啊 你措施很多是賺錢的機會啊 因為你看 上個禮拜一 你跟我們同樣站在買方的話呢 三百零四點 三百零四點欸 大盤盤中是再創近三年新高囉 回首來時路 你都知道呢 哎呀 李老師 原來上個禮拜一 應該全力做多啊 哎呀 好可惜啊 老師啊 我沒有聽你的 真的很後悔啊 我已經告訴各位很多次 後悔的這個藥 不要吃啊 你要把握當下嘛 我的過去你來不及參與 你要去想 那接下來呢 如果我把握現在的話 我的未來會是如何呢 我的靈心本來是歐白的 那有沒有辦法呢 透過專業的代理 變成採血的 你要去想這樣的問題嘛 好 一檔利旺 是不是給你翁 我給你翁翁翁啦 老師啊 長太多了 我說啊 我的字典裡面 沒有長太多這三個字啊 我只有還沒長完四個字啊 因為好多股票 它一定有它飆漲的本質嘛 它是IC設計的股票啊 你很清楚啊 我說我可以把它的基本面啊 哇 寫一大堆 我可能整個節目呢 都在講歷望的利多 跟它的什麼 我看好的理由 可是我沒有實際的帶會員去買 我沒有在節目中一再的推薦 對你會有幫助嗎 我已經告訴各位啊 籌碼面啊 是掌控股價漲或是跌 最重要的因素嘛 你說一家公司 如果公司大股東呢 積極的做買進的動作 甚至呢 主力大戶 三大法人 實力 這個中實戶持續的買 股票想不飆啊 都很難 你先釐清這樣的概念嘛 那如果賞戶一直買 大咖的一直在到 你認為股票會漲嗎 好 你看一下日期 馬上導播召集點 2月19號喔 將近一個半月之前 我告訴各位什麼 歷望啊 等到它八次漲以買 你也覺得漲太多喔 再度改寫 歷史新高在3月13號 那結果呢 上個禮拜五大盤呢 開高走低 幾乎是收最低 我們的歷望呢 有問題是上漲 那今天呢 你先看我們的call訊 如假包換的嘛 3月28號上個禮拜五 大盤呢 漲多拉回 結果呢 我們的股票呢 照漲不悟啦 就是一路向北啊 沒有休息的時間啊 沒有時間等啊 恭賀立望呢 持續上漲 再創歷史新高 此股呢 仍然暴老 有沒有再度改寫歷史新高 你看一下2月19號在哪邊 結果呢 3月13號你也覺得漲太多 結果呢 上個禮拜四後 我們照買不悟啊 今天呢 是不是天天創歷史新高 請你回答李建民李老師 你還會覺得歷望漲太多嗎 你看歷望 現在大盤小漲6.2 可是為什麼歷望呢 還是大漲 好 到了見證奇蹟的時候 老師 男 無非呢 你要變魔術嗎 很抱歉啊 我是這個套用 以前啊 這個有個魔術師啊 他常用這個口頭禪啊 他說啊 到了見證奇蹟的時候 如果上個禮拜二跟上個禮拜三 你真的把李老師的勸告聽進去了 你不想再等 我說機會呢 是屬於呢 有行動力的人啊 真正積極進取的人呢 他才會是呢 股市的贏家 或者說呢 你會是你人生的贏家 錢不是萬人啊 可是沒有錢 真正萬萬不滿 你先把錢賺到嘛 那後面呢 你要做什麼事都很輕鬆很愉快啊 我說我過去告訴你歷望 我告訴你F永貫 F永貫我有沒有節目中 直接short time送給各位 3月5號送給各位哦 那你既然錯過了第一次機會 第二次的機會來臨的時候 你要不要狠狠的把他抓住 可是我相信就算看我們的節目呢 有一千個人 真正會打電話進來的話呢 可能不到一成 好 你看一下日期 3月25號是不是上個禮拜二 我說送給你贏家標股 我們呢送給各位兩檔 第三檔保留給我親愛的會員 這一檔股票是什麼 看仔細哦 看仔細 我上個禮拜就送給各位 3289的宜特哦 那么今天的宜特呢 口訊的驗證 3月30號要禮拜一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是不是快樂出旁天 早上9點20呢 開辦沒多久呢 你如果是我親愛的會員的話呢 你就會收到這檔口訊啦 公後宜特大漲創近六年新高 持股呢仍然爆了我的天啊 宜老師你的股票怎麼不是歷史新高 十年新高 就是六年新高 大盤呢 今天有沒有過高 沒有耶 大盤今天最高多少 8804點哦 上個禮拜我最高8812 那為什麼你跟著我們買進3289的宜特 又或者說你有打電話進來的投資朋友 3月25號在哪邊 我連續兩天買哦 好 那麼你真的想清楚了 老師啊 太累了啦 我手取標股 我又不知道什麼價格可以買 好啦 我就交給李老師啊 那恭喜你啊 Bingo 因為上個禮拜五的話呢 我有帶新會員呢 做買進的動作 很好買哦 很好買哦 因為呢 他有拉回哦 結果呢 今天的宜特呢 你看三大法人的話呢 我是不是說籌碼呢 決定一切 從2月25號呢 一直到呢 上個禮拜五 三大法人呢 最近一個半月呢 累計買超3289的宜特 4238張 看到這邊 你會不會發覺 李老師買進的股票呢 都是法人認同啊 好進好出的股票 可是呢 你今天看來我證實揭曉 你有賺到嗎 哎呀 吃沒菜啊 上個禮拜二哦 我看到李老師節目哦 宋彪谷哦 老師告訴我呢 把握黃金30分鐘 我打電話進來的 我有索取呢 這個3289的宜特 可是啊 老師哦 我不知道他是做什麼 我沒有聽過 我不敢買 他是做這個 所謂的一個 汽車電子的驗證啊 那最近的話呢 也是很夯啊 你看車用電子呢 你看628的康書 為什麼飆飯店 很簡單嘛 因為呢 他是屬於這個車用電子呢 雲端運算還有所謂燃料電子 三重利多嘛 所以你既然錯過了康書 你就要好好把握儀特啊 可是呢 因為呢 你不曉得 你不了解 結果呢 所以我今天呢 要給大家要給大家另外一次的機會啊 頂尖標股 Top 頂尖班啊 我們之前是啟蒙班啊 壓估支啊 一次時買一檔啊 讓你雙倍奉還啊 僅此一次機會不在 這檔股票的話呢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為這檔股票的話呢 可以讓你實現人生的夢想 我們先休息會 待會呢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美食爆走足 火鍋上週了 別忘了愛知味芬解茶 降火器解由你 火鍋的好朋友 愛知味芬解茶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這些年代 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年代 經濟自由 是一個國家進步的關鍵 我們創造了無數奇蹟 我們引以為傲 但世界腳步不斷向前 面對區域經濟威脅 我們正面臨關鍵時刻 一起做對的事 自由經濟示範區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征服時間 讓我熱血沸騰 在21世紀 我用跑百米的速度 為客戶服務 我很仔細也很勤快 把房屋資料數位化送上雲端 讓客戶輕鬆就能挑選 線上就能看屋 這個標誌讓人充滿動力更有效率 選擇科技化的團隊 讓你更快成交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好累喔 那就去貴族世家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科建學美語 就像在美國一樣自然流利 我們都在科建美語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節目2月5號 馬年新春看完盤第一天 開始首播 好 你是我忠實的觀眾 你看了我的節目 你到底有沒有掌握這一波 之前漲了500點 後來壓回 又漲了304點 你有沒有賺到 我相信全市場很少人像李建民李老師 把大盤講得什麼巨細迷移 甚至上上個禮拜五 我已經告訴各位 你要把握上個禮拜一 季線附近的絕佳買點喔 我說有兩個人 兩種人 你要特別小心 你愛稀里 放空的人 還有呢 你手中幾乎是零持股的人喔 我說過回頭是岸喔 股票市場你要先清楚嘛 到底趨勢何在 多頭市場呢 一定是還漲 急跌嘛 有急跌 你才有再次切入的好機會啊 可是當機會來臨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握呢 那麼到了明天的話呢 我們節目的話呢 有一個異動喔 明天4月1號開始喔 我們的節目呢 會改在喔 晚上的6點到6點半 Winner財經台 所以你要知道呢 到底大盤接下來何去何從 老師啊 清明節到底會不會變盤 對你很重要喔 我一定會是全市場 第一個告訴各位 清明節到底會不會是變盤的 一個頭部分析師喔 我一定是什麼 第一個喔 我說做任何事情喔 我們近人事聽天命嘛 我們要當就當No.1喔 我不喜歡跟著別人屁股後面走喔 很多人喔 老師喔 很多人講什麼 3176的G啊 你為什麼不講啊 我說當大家都認同這張股票的時候 它就會有風險 當大家都不認同我李建民的時候 你反而去想喔 為什麼我李建民這麼勇敢 那我到底呢 是什麼樣的本事 我到底呢有什麼樣的法寶 為什麼 每一次的低檔轉折 高檔的轉折 我都領先市場 告訴各位 哪個老師不是在節目中呢 都是講自己的股票很準 老師不要說那麼多喔 我知道你很準 哪個老師上節目會講他賠錢啊 不會耶 那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到底大盤何去何從呢 到底大盤什麼點可以做多呢 你心中有太多的問號問號還是問號耶 好 老師你既然那麼準你可不可以送我股票 然後來驗證看看 你的股票如果真的準 那不用講嘛 你大盤準個股又準 那我就跟著你就對了啦 好我剛剛是不是揭曉3289的宜特 你看看宜特 今天有沒有大漲 如果你有打電話進來的話 你的後悔指數喔 是特別高喔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打電話進來 哎呀反正我沒有打電話進來嘛 那不是我的錯 我們家電話壞掉了 或者說呢 我很忙啦 沒有時間啦 投資朋友 你想不想賺錢 你想不想改善你的生活 你想吧 所以很多人歸咎於自己太忙 沒有時間 我已經告訴各位了 上上個禮拜六呢 我們這個Part2喔 我們的聚會Part2喔 上上個禮拜六呢 李老師參加一個聚會 認識了很多不錯的朋友 知道我是股市分析師喔 馬上問了李建銘李老師 喔你有沒有什麼標股喔 我說有一張股票喔 628的康書喔 你可以特別注意 他沒有問我說 這個康書是做什麼的喔 他說康書已經漲一段了耶 喔這代表他有看過這張股票喔 我說拭目以待 好 你注意看喔 康書 我是在3月22號禮拜六聚會的時候 朋友在問嘛 我說他如果是漲的時候 我還不好意思講 因為我怕害到他啊 如果現在叫我說呢 推薦力望我還真的不敢耶 另外我推薦是111塊喔 漲到呢 上個禮拜五的話呢 200塊你覺得漲太多 結果力望最高呢 今天最高207.5喔 如果上個禮拜五呢 我們時間倒推嘛 如果呢 我的聚會是上個禮拜六 我還不敢講力望 因為我怕他什麼 覺得我的這個反正應該是不錯的朋友嘛 因為那朋友的朋友嘛 他去買力望 那如果套住他會怪我 甚至怪我的朋友喔 好 那麼康書的話呢 我當時告訴他的時候呢 你看3月24號呢 剛好運氣不錯 是有低點讓他買的喔 然後上個禮拜他問我說 喔 李建民啊 你這個康書喔 很強悍耶 又持續創新高 還可不可以買 我說沒有 他的想法跟你是一模一樣的耶 你跟我一定是比較陌生嘛 那我朋友的朋友 是不是比較close 我說那這個康書的話呢 不用去追啊 拉回可以買 他又問我另外一句 他說還沒有下一檔 就跟我上個禮拜完呢 送給各位標股一樣 我告訴他宜特 他又告訴我什麼 他也漲一段了耶 投資朋友 為什麼你們那麼覺得 股票漲太多就不能買呢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今天看到宜特創新高 我那位朋友的朋友 他一樣會說漲太多了 不過呢 他會想說 康書告訴他是正確的 宜特告訴他也是正確的 可是他有沒有買 孩子沒買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都不用問了 為什麼 他們跟你一樣啊 你們不相信啊 你們不相信 股票已經漲一段了 你們不相信 宜特已經漲一段了 他還會創新高 你們不相信啊 那你看三大法蘭的話呢 是不是持續加碼買進 是誰在買 你認為三大法蘭他們的錢呢 不是錢嗎 你認為他們的老闆 叫基金經理人操盤 結果呢 去亂追 這樣合理嗎 難道後面沒有爆炸性的利多 他們敢去買嗎 可是回到另外一點喔 如果我高檔出新的股票 沒有我的指令 你不要隨便追回喔 我舉這檔股票做例子 你看這檔股票呢 也是李老師之前的押香寶 627的同行店喔 你看3月6號呢 我們全數出新喔 什麼價位 現在公佈應該是沒問題啊 178到182 2月27號買進喔 這檔股票呢 我也是在節目中免費大放送喔 這是我第一次送的股票喔 全數出新 好 你看一下 沒有我的指令 你如果隨便去追高搶進 或者說呢 你還認為呢 喔老師啊 3月10號呢 又要開始漲囉 那個時候呢 172塊喔 好 再來 來到了3月24號的話呢 161.5 你也覺得呢 這邊應該可以買 結果呢 結果呢 所以看著我的節目的話呢 你要很清楚 你絕對比我的全國會員呢 落後1到2天 甚至一個禮拜嘛 所以沒有我買進的訊號的話呢 你不要隨便去買進嘛 因為會有風險啦 你看我們賣的價位呢 178到182 今天的同行店呢 157.5喔 你還要再等嗎 好 好 那麼 上個禮拜二呢 我送給各位兩張股票 是不是有儀特 今天有沒有大漲 口訊的驗證喔 此股仍然暴老喔 有沒有創進六年新高 所以 你今天要給你自己一個家會 這個很好的機會 甚至呢 你的家人呢 絕佳的機會 因為 頂尖標股 Top頂尖班 壓估之啊 一次呢 我只買一檔 加倍奉還喔 僅此一次 機會不再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聽話播通 至於然 財務分東 我們再見 兒子 你就不能幫老爸爭點氣 快拿去買 別讓你爸爸知道 嗯 爸爸今天很高興 即使緊張忙碌 即使緊張忙碌 也莫忘這一天 追思忌足 盡在旺旺中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 顧得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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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02-2579-1155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 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02-2579-1155 討聽 永思思 美國進口原料 最新Peace認證通過 會退休 會疾痛 思思解痛 加強定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 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冠人 叫在家 愛滋味五星級甜點 傳好好 小小姐我來 哇哦